那可以比說郭台銘選舉 要選這個事情已經 那個那個劍已經射出去了嗎 劍射出去了 我想確定吧 還會有變數嗎 三方的幕僚都一直不斷的聚集在一起開會了 只有三方啊 宋楚瑜沒有啊 我所知道應該沒有吧 所以你意思是說郭柯王並沒有那麼強 郭柯王如果真的那麼強 你剛才放的民調他不會一直都在第三名吧 還有一件事就是郭柯王你發現 你看他幾份民調你都發現不管怎麼樣 韓國瑜他有一定的支撐點擺在那邊 但是郭台銘是沒有支撐點 他的支撐點是極低 就是郭粉 那個10%左右的那個支撐點 所以大家比那個如果被檢視崩盤的速度 我相信應該是郭會崩個比韓還快 韓是慢慢慢慢慢慢 郭台銘可能是蹦一個就直接 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不接受蹦一個可能就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還涉及到下滑的程度 還涉及到支撐點的問題 他還沒有被檢驗 他還沒有被檢驗 不然你告訴我他被檢驗了什麼 他到目前為止初選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檢驗他的是什麼 我上任第一個就要查賴正義的稅 公權力是這樣做的嗎 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出自於郭台銘自己講錯話 初選的時候他自己講錯話 並不是被嚴格檢視 等於檢視我們都是只是問他一個 你大陸的企業要怎麼處理 我最後講一句話了 最後講一句話了 郭台銘的正當性就在於民眾 願不願意站出來支持他 因為你也不要去寄望說什麼 他跟國民黨什麼的 因為他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他獨立參選的話 他其實就不是依賴過去的 國民黨的那些票員 所以他跟國民黨也沒有棄保 那我覺得那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主要還是依賴國民黨票員 那所以這就是他們自己在判斷的目的 就是說他們這一個 兩個人都是在拚中華民國 你沒看到嗎 沒有啦 我現在說的是說 他如果第三勢力這邊他如果票有夠 當然他如果宣布出來以後 他接受的攻擊 會讓他的票開始下降 郭台銘這輩子站台捐款支持 沒有離開國民黨 他如果在現在告訴我 他是超越藍綠 中道力量第三勢力 我們都不用再去分析 一個人過去的行為模式 有時候口號跟真實的世界要是重點的 郭台銘要拿的票 還是藍綠的票為止 會拉到綠 但是不多啦 我猜啦 這是我猜的 但是因為一高科文子好走 所以這個兩邊拉的票 兩邊都拉 很難去判 參選正當性的事情 的確要非常慎重的考慮 因為它會關係到氣保 我舉一個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的例子 就是說當時這個趙奧剛才參選 他被視為是藍軍分裂的一個罪魁禍首 所以當時的氣保是跨藍綠的氣保 氣黃保城 因為國民黨的人不願意讓趙奧賢人分裂國民黨的元兇當選 所以他其實氣保有的有的會在 憤怒到本來不會投沉水扁的都去投沉水扁 沒錯 就是氣黃保城嘛 那所以有的氣保會在自己陣營裡面 可能氣郭保寒或者是氣韓保鍋 可是有一些會發生在這種跨藍綠的陣營裡面 那這些東西都恐怕是郭彈民必須要想清楚說 我參選的理由的正當性到底夠不夠 不能因為說大家都很多人 我碰到好多人都攻我 所以我為了中華民國要出來 我相信市面上一定也有很多人被拱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會被拱 就是說我對你很有期待 你一定要出來救國 那不是每一個被被期待的人 通通都得要出來選總統